本節目由騎游連機堡贊助播出 騎游連機堡 狩獵不三貓 整天就知道玩怪有獵人 全宇宙的獵人們 你們好 我是胖獵人聶俊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世界和平 但我知道在這裡 我們不分國家 不分地獄 不分種族 在這裡 我們都是獵人 歡迎收看《就知道玩遊戲》 首先感謝騎游連機堡贊助播出本期節目 這期節目是春節前最後一期 也算是2017年告一段落 我們又一起走過了一年 從這期開始到春節後的18年的視頻里 我們又多了一位朋友與我們一起行走 它就是即將和Gamker達成深度合作的騎游加速器 也包括騎游連機堡 騎游將會為Gamker以及廣大玩家們的多人遊戲體驗 保駕護航 怪物獵人作為強調多人協同合作的狩獵模擬器 也的確需要聯機堡來為獵人做後盾 說白了臉就是… 來 讓我們一起感謝騎游爸爸能讓我們繼續做視頻 讓大家繼續有視頻看 上一期我們聊了下《怪物獵人》這個系列 到底有幾點原因能讓玩家這麼喜愛 而這期就來專注撤評《世界》這個系列的星座 回想前幾天1月26日凌晨 不知道多人跟我一樣徹夜不眠 心急如焚地看著PS4上的解禁倒數 儘管女朋友在床上 或者是山上優雅在硬盤裡呼喚你 都無動於衷 心中毫無聯誼 像個聖人一樣 基本我認識的所有玩家都和我一樣在等待解禁倒數 雖然沒有調查過 但是我知道 這一刻全世界有無數多的獵人都在陪著我 回想一下 上次這樣讓我等待的遊戲是什麼呢 好像是上古卷週四 有點久遠 不知道你們的是什麼的 可以在留言區分享一下 但現在 不管你們是已經買了乾了好幾天了 還是仍然在觀望等待GAMECON的視頻 現在都讓我們一起進入《怪物獵人》的新世界 開局一把刀 出門一隻貓 房具穿整套 照樣被打爆 作為一個勤勞 朴實 帥氣又可愛的獵人 從故事開始那一刻起 主角悲慘的人生就拉開了帷幕 坐個船吧 遇到古龍 叫個滴滴 超載翻車 好不容易找到組織 生活卻更悲慘 別看這裡有土生土長的年輕小伙 有酷愛混裝的劍術大師 有打的基數的人形愛禄 有手不插胸 渾身難受的總司令 但你要真的認為他們會幫你做點什麼嗎 也太天真了 請大家記住這些英俊的面孔 記住這些自信的微笑 記住這些友情的交輩 他們能夠如此含笑風生 是因為接下來的日子里 要去打怪的 將會受苦的 總要跑腿的 永遠只有你 調查員的安全受到了威脅 怪物活動影響營地建設 缺少研發素材 突然想吃某種東西 總而言之整個新城基地 五個團百來好人 能幹活的只有你 所以穿好裝備 戴好貓咪 是時候展現真正的勞模風範 在古代林和怪物們玩作弥腸 靈物什麼叫做看著地圖都迷路 在大儀種享受被捅的感覺 角龍的腳用起來依然這麼舒服 在山口台張開外套跳下懸崖 感受肺一樣的感覺 在髒氣骨吸兩口劇毒瓦斯 肺感清心心曠神醫 搬龍蛋 感受前列線煞車的舒爽 滴滴龍車 隨叫隨叫掃碼付款 花生小動物販子 抓蜻蜓 抓蜥蜴 抓小鳥 抓水母 放鬆心情帶上貓咪 看風景挖鐵礦 烤肉塊 滑皮艇 去集會所 展現單身多年的極致手術 去野外用餐 品味看本娘高清後就長崩了的臉蛋 當然最重要的 參加戰鬥 狩獵怪物 體會手殘的美好感覺 雖然大劍三絮 總是落空 頓斧超柬從未砸中 太刀防返 永遠失敗 打頭的錘子天天修腳 但是你要相信 蓄力是男人的罪案 超柬放了就是輸出 太刀夠帥 夫婦何求 能暈是福 修腳是命 只要狩獵之魂沒有逝去 我們的熱情就是鬼人的雙刀 旋轉 跳躍我坐貓車 是奔跑的長槍 射穿敵人 帶走隊友 是戰裝的弓箭 能遜就遜 死了再來 是追夢的敵子 從不服出 只想輸出 用輕奴炸掉朋友的褲襠 用重奴射穿隊友的防禦 不會服空的騙手不是好操蟲棍 不抱菊花的銅槍不是好斬腐 卡錶雖然錶 但認真起來是真的屌 玩家整天罵 但乾起來依然哈哈笑 來吧 剛加入了新獵人們 來吧 曾經離開的老獵人們 來吧 從沒離開的現役獵人們 跟我一起踏進這個新大陸 然後 幫我補過生命粉成仙啊 關火獵人的表現裡總結起來就一個字 太過分了 別的不提 先說這遊戲分辨率 哎呦我的天 怎麼可以這麼高清 你叫我玩慣了3DS的玩家怎麼適應 說好的馬薩克獵人呢 說好的集約成本呢 這和我們的記憶完全不符啊 草地什麼的 以前一張貼圖基本就能完事了 現在這麼多花花草草 弄得這麼漂亮 萬一我打到一半的時候 看風景走神了 這貓車隨結盪 過分 真的過分 再說人物動作 你看看這跑步的姿勢 這後翻滾的銜接 這刻藥的動作 為什麼這麼自然 為什麼這麼流暢 敢不敢有點破綻 敢不敢不做那麼好 這獵人就應該喝完藥 盯一下擺個信仰姿勢 吃完烤肉就要拍拍肚皮 夠傻才對胃知道嗎 從做動作不要錢的嗎 卡比爾你這種就是不會持家 要節約懂嗎 你炒那麼多年的份 辛辛苦苦騙來的錢不是錢嗎 隨隨便便就花掉 過分 真的過分 還有就是最可怕的無縫地圖了 這簡直就是不能忍了 整整14年了 我這種菜鳥玩家 可以堅持玩猛漢系列到今天 就只因為數量掌握了換驅喝藥 換驅躲招 換驅滑水 等等一系列的換驅生存技巧 可以說有了換驅才有我腻胖的今天 卡比爾你竟然問都不問我一聲 就去掉了 你叫我以後還怎麼在別人面前假裝大佬 光這一點就看成罪惡滔天 人神過分 過分 實在過分 所以作為最後的補救措施 我強烈建議卡比爾 趕緊在2DS上推出個猛漢星座 將世界的缺點統統改掉 名字和口號我都幫你想好了 就叫《怪物獵人》MMP 絕對坑爹版 回歸系列原點 重塑玩家情懷 原汁原味的馬賽克 感動依舊的憋角系統 《怪物獵人》MMP 不忘初心 認真點行嗎 不是 這太震撼了 要說反話才能表達我 行行行 認真 認真 行 其實對於系列的老玩家來說 表現力好不好 畫面是不是夜街頂尖 放在《怪物獵人》世界身上 或許還真就沒有太大的意義 等了這麼多年 盼星星盼月亮 盼得我從聶帥變成了聶胖 盼得我辭職回家成立了Gamker 盼得我從單身十幾年變成了單身三十幾年 盼得就是猛漢的畫面 能夠進化哪怕那麼一點點 所以就算世界啥都不改 怪物照搬 地圖分區 動作套用 光是升級引擎和畫面效果 估計也能讓一波粉絲感動得老淚綜橫 當然 很慶幸的是世界做的原不止如此 以前每次玩《猛漢星座》 都會一邊看遊戲的開場戲劇一邊調看 如果哪天能玩到這種畫面的《怪物獵人》 要我停更一年我也願意 想不到現在歪歪成真了 看來人活著還是要及時行了多利Flag 畢竟 做人如果沒夢想 那個嫌疑有什麼分別 從掌機上的馬賽克 到主機的3A品質 巨大的飛躍 讓玩家開心的有點 找不到北 每次打開遊戲 每次狩獵結束 看著星辰基地里的巨大船隻 看著攤倒在地上的胸門怪物 止不住的幸福感 油然而生 怪物的毛髮 鷹片 甲殼 獵人的動作 表情 舉止 場景的建模 生態 互動 所有的一切都焕然一新 很多老玩家 早以蜥蜴為常的東西 在這裡也變得不再頻繁 火龍嘴角 因憤怒而產生的顫抖 尾巴掃過地面 有下的痕跡 艾露貓爆了水壺 咕咚回血的姿勢 獵人拍打雙頰從血云中恢復的神情 一切都無比生動 雖然幻區吃藥拯救過無數獵人 但無縫地圖讓我們勇於挑戰 當十多年來怪物起飛後 底下那圓圈形狀的陰影 終於有了清晰的輪廓 系列遲早的變革也終於趕上了時代 從白天到夜晚 從晴天萬里到綿綿細雨 古代林的生機 大一種的荒涼 珊瑚苔的夢幻 張氣谷的凶險 夕陽夕下 看著遠處盤旋在空中的熊火龍 這份寧靜 讓每一位獵人為之動物 動你妹的容 叫你滑水 怪物獵人 從誕生你來 遊戲的核心玩法就沒有變過 無非就是打怪 毛車 打怪 毛車 不對 是打怪 拿素材 製作裝備 然後再去挑戰更強的怪物 反正不管你屬於哪一種 都是周而復始 微倩也說過了 這個系列確實是一個目標單一 玩法純粹的遊戲 所以在很多年裡會被貼上刷刷刷的標籤 也正是因此一些沒有接觸過的門新玩家 聽到是刷刷刷遊戲 會對怪物獵人有點不屑 當然刷本身並沒有錯 刷不意味著不好玩 因為刷這個特色 而被玩在喜愛的遊戲也不在少數 但我今天想說的 不是刷刷刷遊戲好不好玩 而是怪物獵人到底是不是一款刷刷刷遊戲 在我看來 刷刷刷遊戲需要同時擁有兩個特徵 第一 大目的的過程是重複的 第二 單個動作的小過程也是重複的 比如經典的刷遊戲《暗黑破壞神》系列 到後期 主要的樂趣就是刷出裝備的喜悅 刷的大過程是重複的 而單獨打死每個小怪的小過程也是重複的 甚至是打BOSS的過程一旦等級夠了 也是重複的 反正需要幾個技能能打死幾個怪 過程是可以預知的 而《怪物獵人》系列 第一個條件是符合的 但第二個卻不一樣 《怪物獵人》的戰鬥本身不確定因素太多了 這就讓重複任務的執行過程變得不再重複 每次攻略一個怪物 就像是重新挑戰某款遊戲 這次沒有斷尾 下次沒有破頭 這次配合得很好 下次也可能突然三貓 為什麼有那麼多大神不斷挑戰速殺 因為一般人根本辦不到 就好像FC老遊戲《超級馬力歐》和《魂鬥羅》已經被玩爛了 但依然有那麼多高手在不斷挑戰更快更完美的通關 你能說他們是在玩刷刷刷嗎 玩《怪物獵人》就是在重複的任務當中 不斷克服未知的因素 挑戰自己的極限 努力將不重複 變為重複的過程 而素材裝備什麼的 只是其次的獎勵 新手有了畢業裝也一樣貓車 老手裸體也單挑果龍 所以當你有一天終於可以像大神一樣 將如此不確定的戰鬥 打成像背板一樣的重複過程時 那才是《怪物獵人》稱為刷刷刷遊戲的時刻 但這種境界哪有這麼容易啊 要知道那些速殺視頻都是高手們 錄製了不知道多少次才成功一次的 所以我認為《怪物獵人》系列不能定義為刷刷刷遊戲 它應該有個更正式 更能證明的稱呼 《甘甘甘遊戲》 別急 別急 別看《刷刷刷》和《甘甘甘》聽起來大同小異 但前者是機械式的重複 後者是學習式的漸進 一個是為了目的忍受重複 一個是為了目的追求重複 小小的差別卻造就了完全不同的體驗 反正我個人不愛玩刷刷刷遊戲 除了最後好裝備刷刷的快感 整個過程都很犯困 但在《怪物獵人》里我卻很享受每一次重複的打怪 共多遊戲的進化不是要捨棄爆肝 而是要讓玩家肝的更有趣 肝的更多樣 引導玩家自發的去肝 而這正是世界努力尋求的方向 要不然你覺得為什麼卡表要把看板娘搞成這個樣子 就是不想讓你們待在營地 實在是用心良苦 不過要說改變 首先要提的還是劇情演出的增加 雖然歷代《怪獵》也不是沒有劇情 但一堆文字終究還是沒有畫面來的實際 加上系列首次的中文加持 看到母語的感覺真是氣不成聲 雖然內容水平不可能和RPG相提並論 別期待他給你講什麼國仇家恨 王子無心復仇沉迷道瑜的故事 但世界依舊是這麼多年來 單機部分我玩的最開心的一作 以前打春任務根本就是沒有代入感 純粹是開圖開怪 現在看得懂之後 知道了故事的來龍去脈 了解了這些怪物的生態習慣 明白了巨龍們的生存情況 看著手中血淋淋的武器 想想自己殘忍挖出的那些龍獄 然後才慚愧的覺得 我真的很想再打一條火龍啊 這個系列雖然經歷了很多代 雖然每一代都有讓人津津樂道的新內容加入 但按著良心說話 這些新內容 這些每一代的進化 在其他遊戲看來 充其量也就是一個大型收費DLC而已 如果以《怪獵》的標準來看 《巫師》系列都可以賣到第八代了 所以這個系列緩慢的進化一直是個爭議點 有人特別不爽 也有人為他打抱不平 他現在好了 不用吵了 終於本作在整個系統上有了革命性的蛻變 比如這次獵人可以不用收起武器就直接磨刀 磨完之後也不會再撒不垃圾的自動收刀了 喝藥的時候可以跑動可以取消 也不會再有神秘知識 道具合成自動進行 戰鬥中允許返回營地 無幾物資更換裝備 武器派生直接顯示 回溯裝備還能返還素材 鐵鎬等常用物品被統一整合不再佔用背包空間 補充道具可以一件完成 怪物弱點能夠輕鬆查閱等等等等 改進實在太多 無法一一舉例 簡單來說 怪物獵人世界給我的感覺就是 別人們的智商終於上線了 製作組的惡意終於散去了 從領取任務到整理背包 從開始戰鬥到製作裝備 整個遊戲的體驗一下子就流暢了起來 過去那種磨刀被貓 喝藥被貓的智障行為 現在已經絕對不會再發生在我身上了 當然 這種更加自然的體驗 除了系統的加持以外 也離不開本作重點宣傳的遊戲生態 從很早開始 對生態的重視 就讓本漢的水準和其他同類遊戲拉開了差距 隨著世界的發售 這個光是明智 就透露著製作組對生態野心的作品 又一次讓玩家看到了共同遊戲的新型態 遊戲對生態一詞的詮釋 包括了地圖本身的設計 生物和地圖的連帶關係 以及獵人和地圖的互動三個部分 這並不是安排兩隻怪物 然後讓他們見面的時候 觸發一個互歐動化這麼簡單 每一樣要素的加入都擁有它的合理性 比如說 泥魚龍是一種生活在沼澤裡的生物 所以大移種地圖裡會有一些沼澤區域 因為有了沼澤區域 所以遊戲引入了深水中行動會變慢的設定 由於因為這個設定 加入了可以抵消行動緩慢的耐水衣 和適應深水的技能 沼澤區域很難盛齊 於是可以用手弩勾住蝎蟲就成了解決方案 所以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存在邏輯關係的 類似的設計遊戲裡還有不少 像是只存在陰暗地點的光台 積碎後會有螞蟻跑出來的蟻窩 躲在樹上的大獨角仙 以屍體為食的憎恨多力 會將食物搬回巢穴的大胸柴龍 跟在繞行兔的後面 有時候它能帶你發現捷徑 等在搬運椅的旁邊 運氣好或許能夠捷到搬運中的素材 玩家不但可以在地圖裡偶遇到好友的愛綠貓 還能從他的口中得知 他的主人最近在打什麼怪 當你傳說於無縫銜接的地圖之中 高低錯落的地形分隔不僅僅是空間 更直接生物在食物鏈中的分佈與地位 我個人就非常偏愛古代數字生地圖 錯綜複雜不見天日 即使玩了很久 依然會迷路 仍然能發現很多沒有發現的地點 雖然有人因為經常迷路 噴這個地圖設計的爛 但是拜託 熱帶與淋漓本來就應該是這樣子的 容易迷路才是正確的 才表示地圖做得好 而遊戲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也加入了引導蟲系統 這個系統既可以適當的給予玩家指引 又不像國產業遊一樣無腦止路 給了玩家探索和實路之間非常平衡的體驗 有趣的是 就算是每張獨立的大地圖 它們之間也存在一定的未知關係 新城基地坐落於古代林 古代林和大蟻種接壤 珊瑚台和古代林通過研究所連接 張氣谷位於珊瑚台的正下方 那裡的生物 以珊瑚台掉下來的屍體為石 《世界》這個副標題 本作當之無愧 那有了更好的系統 有了完整的生態 最重要的戰鬥自然也少不了大進化 總的說起來大概就是保留核心的同時 降低門檻迎接新人 並讓全新的生態和戰鬥產生交互 而由此誕生的就是手弩和衣裝 再結合我前面提到的喝藥可以跑步之類的改動 本週的獵人等於是被變相加強了 對於新手的友好程度堪稱史無前例 雖然也有部分老玩家抱怨難度不夠刺激 但我覺得這個妥協還是很有必要的 當初P3還不是靠著降低難度搞來了一大批新獵人 再說難度這塊終究還是要看人的 怪物獵人就是再友好 那也是你大爺的怪物獵人 簡單是簡單不到哪裡去的 變強變快的也不只有獵人自己 後期該受苦的時候誰也跑不掉 本作的武器改動有個非常有意思的點 那就是會讓老玩家覺得好像每一把武器都更有趣了 好像每一把武器都值得試試 實際上程後也的確會發現 每一把武器相比過去的確有了更多的樂趣 特別是遠程武器 採用了現在更成熟的射擊遊戲建位 讓遠程武器更加靈活 操作更加順手 爽快感提升了不止一個層次 所以現在很多老玩家有些糾結 到底要不要選擇新武器來感受一下呢 到底要選擇哪個武器呢 真是幸福的選擇困難 比如我就是如此 弓箭手感流暢 充能斧超減不掉紅盾 斬斧輸出更加暴力 充槍砲擊無私肉質 這些特性都讓我猶豫不決 所以苦惱了大半天 最後我還是決定 我大見天下第一 至於手弩和衣裝 這兩個東西就是本作調節戰鬥節奏的點睛之筆 特別是手弩這個放在獵人主手的默認裝備 徹底改變了以往怪獸獵人的輔助道具的使用邏輯 精準 易用 又可控 瞄準 發射 閃光成功 這種一氣呵成的感覺 用過一次就完全回不去了 更厲害的是它還能結合遊戲生態實現各種其他功能 像是發射腫火石 驅散髒氣 攻擊岩石 觸發陷阱 用光台將火龍擊落 發出聲響 引開敵人等等 加上地圖也存在很多天然的陷阱機制 所以每次戰鬥考驗的不再僅僅是玩家的操作技巧 更是玩家對整個生態的熟悉程度和利用方式 你可以用大水給龍哥沖個涼 泡泡毒漫草 噁心一下隊友 也能隱身於包子之中 引誘怪物自己撞向陷阱 又或者讓本地友好的土著幫你一起制服怪物 不再曾優惠拿起武器死磕到底 而是想想哪件衣裝有利於戰鬥 哪裡的陷阱值得移用 未知因素的不可控 攻略方式的多樣化 這正是怪物鏈事件想要給玩家最生動的狩獵 當然 作為變革後的第一個作品 還是有些不足 後期其他怪物亂入的機率過高 時常被打斷讓人不爽 雖然怪物之間會戰鬥幫助玩家輸出 但也很有可能是三個怪物圍攻你一個 所以建議大家 過去很少用的大便玉 這真是必帶道具 對著亂入的怪物嘴裡丟死很有奇效 還有火龍一家比過去更愛瘋狂跑路 飛來飛去 找起來非常費力 還有目前 怪物數量不夠多也讓人遺憾 但是考慮到這一作帶給我們的驚喜 和它那里程碑式的意義 這些缺點都是可以忍受的 作為這個系列的忠實粉絲 我很高興能玩到世界這樣的遊戲 也很慶幸可以見證《猛漢》系列 終於翻開了自己的全新篇章 常有人問我對《絕對求生》是怎麼看法 對現在的電子禁忌是怎麼看法 我也因此和陳家惠大佬徹夜長談 有心得 在此借《怪物戀人》的變革一書幾天 《怪物戀人》誕生至今已有14個年頭 這14年里 中國遊戲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PS2時代 每個遊戲都像是一段人生 而14年後的今天 遊戲一詞 更多包含的意義卻是資本市場的報復幻想 是移動端爛於充數的變相賭博 是野機學校裡浪費青春的騙錢專業 是哪個最火就比哪個的所謂電子禁忌 十多年後 遊戲終於如我們希望的被社會普遍接受 但被接受的卻是我們不曾認識的面貌 曾經華人玩家必玩的《仙劍》 感動無數人的最終幻想 永遠都有新戰術的《星際爭霸》 和每個星巴克都聚眾狩獵的《怪物獵人》 等等很多經典IP 現在可以說都是小眾 面對現在各種開發初始 就衝著給主播玩 衝著被編入《電子禁忌》為目的開發的遊戲 這些曾經的IP 簡直可以說是頑固不化 有些人說是玩家變浮躁了 有人說是年輕玩家不懂欣賞 也有人說是市場的口味變了 但最近《荒野之西》《怪物獵人》等遊戲在國內的熱慢 不就是給了這些理由最好的反擊嗎 我有一個在《怪物獵人Online》團隊的朋友對我說 他們小組一切戰略都是圍繞著 在中國這種遊戲玩家的人數太少為核心 但現在世界卻給了他們一個狠狠的耳光 沒錯 玩家沒有變浮躁 年輕玩家也沒有變膚淺 市場的口味也沒有變快餐 變得是貪婪的資本 不 資本一向都是貪婪的 應該說是資本瞄中了遊戲這一塊 花了4年時間潛心開發幾天內銷量500萬的世界 或許實際賺的錢還不到某些遊戲的領頭 因為相比較大實地做精品 有些方法總是能夠省力又賺快錢 這在任何行業裡也是一樣 現在的遊戲資本追求的就是這個 當然單獨來說我不凡敢吃雞 也不凡敢什麼英雄什麼農藥 單獨來看這些都是好遊戲 我也非常希望電子競技能夠被全民接受 但我們所期望的電子競技 不應該被等同於某幾款遊戲 就好像運動不能直接等同於足球一樣 而電子競技更不能被等同於某個公司的業績 但還好 過去的歷史告訴我們 任何行業這種資本的玩法從來不會長久 也不是任何公司能夠像某俄帝國那樣 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 育碧的彩虹六號做不到 EA的星球大戰做不到 動視雜巨之的命運也一樣做不到 所以最後不管他們是發自內心還是心不甘情不願 都會回歸到最根本的品質上來 所以我們又有了回歸單機的《刺客信討起源》 有了讓人眼前一亮的《女神異文露5》 有了停不下來的《神界原罪2》 有了天下第一的《荒野之星》 也有了勇於變革的《怪物獵人世界》 對了還有那個雖然飽受嘲諷 但依然值得尊敬的十年一見的《最終壞想十五》 所以我的看法是 現在的遊戲業是個動盪不安 但必須經歷的擴張期 資本在這裡面攪渾水 但也把更多人攪了進來 資本讓遊戲更浮躁 但也讓遊戲更普及 當資本覺得這個行業可以撈到油水已經鋪竭 或者找到了更能炒弱的行業時 浮躁的資本就會撤離 優秀的資本和生產力就會真正沉澱下來 如果說最美好的時期是黃金時代 那現在就是把金礦和雜誌一起融化的炼金時代 因為資本在《第九藝術》裡面最利 但仍然有更多人在這裡面追星 我們永遠是《第九藝術》的獵人 《第九藝術》的獵人 OK 購買建議 如果你是《悶漢》系列某一代的遺老 有段時間沒玩了 但又依舊對這個追求斷尾破頭的世界 念念不忘 那麼《怪物獵人》的世界值得你回歸 再來就是完全沒有見證過這個系列的新人 對這些人 我要提三點 第一 《怪物獵人》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遊戲 所以多少做好點要花心思研究的準備 第二 雖然《怪物獵人》有許多樂趣來自於聯機 但是一個人玩其實也是完全OK的 特別是這一代 第三 它雖然很火爆 但依然不是適合所有玩家 包括一些不喜歡重複做一件事情的 實在不擅長動作遊戲的 不喜歡沒有魔法 沒有炫酷技能的 只喜歡體驗劇情為主的 這些玩家可能這個系列依然並不適合你 OK 攻殼運動戰 我是聶俊